这个美国士兵走在荒漠中 突然一声枪响 他被敌方狙击手命中腹部 士兵的同伴亚伦连忙冲上去救人 奔跑途中 他一路走着S型 生怕被击中 可下一秒 他的右腿还是被一枪射中 为了自保 亚伦只好留下队友 连忙躲到矮墙后面 他尝试向总部呼救 但无线电被打烂 根本发不出任何信号 现在他只能靠自己 亚伦搬开墙上的砖块 将观测镜塞进缝里 可观察过后 他却没有任何发现 狗言残喘了几个小时 队友已经倒在一旁沙地中 看来已经凉凉 为了治疗右腿 亚伦咬着牙 用刀尖挑出伤口中的子弹 他痛得头晕眼花 一边骂娘一边自责 明明两人侦查了20个小时 确认没有狙击手 才敢走上荒漠的 结果现在自己负伤 队友也没了命 此时耳机内传来声音 居然是总部发来消息了 亚伦很高兴 连忙进行呼救 可聊着聊着 亚伦发现对方口音有点奇怪 经过一番逼问 好家伙 原来对方是假搬成总部的 敌方狙击手 因为缴获了一台美军无线电 他正忽悠亚伦玩 亚伦破口大骂 发誓一定要干掉对方 为了找到敌手方位 他在沙地上画出战地平面图 回忆着刚才的枪声进行计算 一番思索后 他推测对方隐藏在 墙对面的一座垃圾山中 为了确认推测成功 亚伦用头盔和衣服 制作了一个假人 在敌手看来 简直是小儿科 亚伦举的手都酸了 对方都没开一枪 结果手没拿稳 头盔还掉到了墙外 这下亚伦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这两个狙击手隔着1.5公里 僵持了将近十几个小时 士兵亚伦口干舌燥 意识到这样下去 迟早没命 他拖着伤腿来到墙边 趁着大漠中刮起的沙尘暴 亚伦借机冲出去 跑到一个美军士兵的尸体旁 拿到了无线电和背包 他刚跑回墙后 敌方就朝他连射竖枪 不稳的墙体开始倒塌 亚伦贴着地面疯狂匍匐 赶到紧剩的一堵墙后 他拿出水瓶猛灌了几口 可绝望的是 刚拿到的无线电 也被敌手打烂了 现在亚伦一没体力 二也不确定对方在哪 根本不知道如何反击 他拿回观测镜想观察下 结果观测镜也被打烂了 敌手开始在通讯中嘲笑他 亚伦十分无奈 正想回怼两句 通讯信号里就出现了奇怪的卡顿 亚伦感到疑惑 他往墙外小心望去 结果看见倒地的队友 正掐着通讯器 好家伙 原来他还有一口气 他用镜子给亚伦发信号 表明自己还活着 亚伦兴奋极了 他疯狂大喊 告诉对方自己对敌手 大致未知的预估 于是队友一边趴在地上装死 一边用镜子偷偷观察垃圾山 他悄无声息地 往狙击枪移动过去 但由于正好在敌手的视野范围内 把敌手注意力转移到他这里 可敌手嫌他废话太多 威胁要把队友尸体的头打爆 让其死无全尸 亚伦一下急了 他连忙掏心窝子 开始忏悔自己在战场上的行为 成功让敌手放松警惕 此时沙尘暴再度刮过 队友获得了极佳机会 他一把拿过枪 翻身对准垃圾山 等到风静止下来 队友便对准三个预估位 砰砰砰地连开三枪 然而敌手并不在这 对方反手一举击 队友肩膀就被瞬间打穿 亚伦急得大喊 他挪到墙边 拼命想挣扎着过来的队友 可下一秒 一颗子弹穿透了队友脑袋 这下队友是真的凉了 亚伦欲哭无泪 不知该如何是好 伊拉克战场上 一名伊拉克狙击手 把一名美军士兵逼入绝境 在近20小时的对局中 士兵亚伦的希望逐渐被磨灭殆尽 这时无线电响起声音 亚伦尝试接通信号 但他却听见敌手正伪装自己 在跟美军上级沟通 亚伦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敌手一开始击穿他们的无线电 根本就不是失手 对方故意切断亚伦通讯 然后通过与他的聊天 套取亚伦身份信息 之后敌手就伪装成亚伦 把救援部队骗过来 这样敌手就可以一举歼灭 所有前来救援的部队 亚伦气得大喊 然而上级根本听不见他说话 他头晕眼花 火气一上又昏了过去 醒来后 太阳已经快沉到地平线下 伴随着细小的轰隆声 救援直升机就快到了 亚伦慌了 他不能让队友就这样过来送死 他心一横 用绳子绑住一块木板抛出去 把死去队友的狙击枪勾了过来 接着他用力把枪推倒 打算跟敌方狙击手硬钢 两秒内 几枚子弹从亚伦身边擦过 好险对手偏了 亚伦迅速行动 他屏住呼吸 锁定好位置后 他猛地扣动扳机 远处火光闪现 看看对手死了没有 然而对面久久都没有反应 亚伦松了口气 看来敌手已经被他干掉了 他瘫软下来 此时救援直升机降落在身后 医疗队立马上前 把亚伦送上机内 还没起飞多久 疲惫的亚伦还想告诉同伴 敌手尸体的位置 可突然两声枪响 两名医疗人员当场殒命 他娘的 原来敌方狙击手根本没挂 他为了一举送掉整个队伍 这才故意装死 等亚伦上机 亚伦惊恐的大喊起来 但飞行员已经被击毙 一瞬间 直升机坠落在地 整支部队被一人团灭 随着无线电声音再次响起 敌手伪装成飞行员 开始呼叫起下一波救援部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生死之强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